说一个宗教的话题 就是律法主义和新教人类的关系 如果人类历史上你要列挤出最重大的革命事件的话 那我相信没有几个人会忽略掉新教革命 在人类文明史和西方历史上的重要性 在法国大革命之前 欧洲的思潮运动是此起彼伏的 这其中最著名的当然就是文艺复兴 殖民主义和新教改革 新教改革时代持续了几十年的时间 最后以30年战争为一个总结 把原先统一的天主教国家 整个西欧分裂成了 以北方普鲁士诸邦为首 包括今天的丹麦瑞典挪威这样的国家 形成的新教联盟 新教国家和南方为首的 最主要就是法国西班牙跟神圣罗马帝国 就是奥地利为首的天主教同盟 那么法国在30年战争是相反 他支持的是新教 然而法国仍然是个天主教国家 这是跟李续流的外交政策有关系 那么今天我们不讲30年战争 讲的是主要是新教 在神学上和原先天主教之间的区别 是到底在哪里 这场革命重要在 就是在于他把天主教原有守旧的这种 神学观念彻底的计划 建立起一种新的宗教 信仰文化 政治和伦理生活 也就产生了所谓的新教论 也就是资本主义论 天主教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教区系 它比新教要复杂 那么新教跟天主教之间最大的区别 就是在于新教的分门别派 比如说我建立一个新的教派 那么我建立这个新的教派呢 它是一个完全跟别的教派不一样 比如说长老会 施洗派 魏斯里宗或者诸如此类 每一个教派都有他们的开始跟其他教会不一样的地方 然后他们形成一个新的教派 起一个新的名字 天主教则不一样 天主教在公教就是这个正教会 也叫普世教会 普世教会的下属有很多的修道 修道院有分区教会 比如说正统的天主教是这样 教宗底下有许多的主教 红仪主教 红仪主教底下有大区主教 大区就是书基主教 书基主教 还有大区主教 大区主教 还有分区的唐区主教 但是除此之外 天主教还有一个制度就叫 引修制度 引修制度是从至少公元二世级诞生的 亚历山大教会 以弗所教会和贴索拉尼加教会 全部都有引修制度 这是天主教保持的比较完美的 从早期教会遗留下来的风俗 或者是所谓的修炼制度 当然律法主义也就是从这诞生的 首先我们要明白什么叫律法主义 律法主义 是新教徒谴责天主教徒 以行为称义忽略了救恩的重要性 就是马丁路德在他反对天主教教义和教会的时候 最主要的陈词 那么天主教是否以行为称义 还是说天主教怎么看待行为和音信称义这个关系 这就要必须说一下宗教的教义的历史 基督教我简略的说 因为这个历史实在是太长了 我压缩把它压缩到尽可能最短的让大家理解 基督教的所有教义都是从犹太教诞生 这是毫无疑问的 基督徒自己也承认 那么耶稣作为一个宗教改革家 他改变了原先犹太教的许多这个外邦人无法接受的疑问律法 翻文乳籍 比如说什么节期的律法 安息日的律法 这个节径的律法 婚姻的律法等等等等 诸如此类的 耶稣把它通通简化 然后他说了一句话 让大多数的无产阶级或者是下等人 很容易能够接受 就是说你要想做一个法利塞人 那不是轻轻易能做的 你遵守的规矩是无数的规矩 至少613条的妥拉律法你可以遵守好 其次你还要把衍生的律法都遵守好 这是需要很多的金钱精力和时间来完成 包括自己对自己的修炼 那么无产阶级穷人是没有时间 也没有受过这样的教育来遵守律法 所以耶稣把这些疑问律法中的疑问性 法则性全都给删了 全都给去掉了 去掉了以后 然后告诉像彼得约翰这样子 无产阶级 就是跟他们说 你跟从我吧 然后他们跟耶稣走了 耶稣就教他们怎么生活 怎么信仰上帝 等等诸如此类的 耶稣就说你们爱上帝 尊重敬畏上帝 遵守我的教导 跟法利塞人不一样 法利塞人注重疑问 注重律法型 忽视他们本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 这里头约翰福音里头 不是约翰福音 这个马太福音里有一大段就说到 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法利塞人有祸了 你们什么交十一税 你们怎么样 然后你们不怜悯穷人 这一大段 我没有摘取这个文章 但是有兴趣的可以看 马太福音的二十几章 二十一章是二十二章 这个位置有耶稣对法利塞教派所谓律法主义的批评 当然了像保罗和约翰的书信里头 其中也有提到 我们是因信成一 也就是我们获得上帝的拯救 是因为我们信任上帝 信靠上帝 所以才得到拯救 而不是凭借我们自身的行为 因为我们自身的行为是软弱的 是有限的 救恩出于耶稣 而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好行为 这是马丁路德加尔文主义者 对天主教会暧昧的行为上的这种批评 但是这是犹太人律法 就是耶稣批评犹太人律法的历史的过往 关于犹太人和耶稣之间的问题 以后我可能有机会 就关于律法这个问题 以后我可能有机会讲 但今天肯定是没有时间 那么早期教会呢 他们都在犹太教堂传教 比如说像使徒行传里 就说到这么一个事 使徒保罗 他周末的时候是到 犹太人的会堂去传教 包括早期的使徒全都是犹太人 他们肯定是在犹太人扎堆的地方传教 耶稣也说过一句明言 有一个外邦的妇人就跟耶稣说 要救救他治他孩子的病 耶稣就说不好拿喂给儿女的饼给狗吃 这儿女又指犹太人 狗就指的是外邦人 然后这妇人就说 主啊你说的不错 但是狗也吃主人桌下的残渣 然后耶稣就说 你去回去吧 你的孩子已经得救了 你的信心救了你 这就是说明了 耶稣的传教 他首先是要对犹太人 其次才对外邦 犹太人是首先他传教的对象 这当然是因为耶稣 在当时被称为拿撒勒派 拿撒勒派 他是犹太教的一个分支 而不是新的一个宗教 当时的人没有认为 基督教是个新的宗教 而且那时候耶稣也没称自己是基督 早期的话 他只是说他自己是个拉比 那么这些历史我们说过去 早期的教会之中 以亚历山大 以弗所 帖萨罗尼加 还有这个 像这些上叙利亚地区的这些教会 哥林多教会 这些教会 他们有非常非常多的 这个传教受众 然后呢 其中有些教会 并不是所有的教会 比如说像罗马的地下教会 就没有类似的组织 其中很多教会 他们现在类似一种 集体农庄的生活 这种集体农庄的生活 就是后世引修制度的一个 早期版本 就是说基督徒们 远离城市 开齐大片菜提 菜园或者是 集体农庄那样的 大家一起劳作 一起生活 不分彼此 不分你我 没有所有私有制 彻底把私有制取笑 所以我之前就说 基督教是万恶 社会主义的根本核心起源 这个是一点 一点没有撒谎 也没有黑他 这是真实的 如果你有疑问 可以查教会史 关于亚历山大教会里 早期基督徒 都是怎么生活的 你会看出 跟苏联的集体农场 是完全一样的 但是这个有一点是不同 就是基督徒是自愿这么做的 而苏联呢 是国家强迫的 这是他们之间的唯一区别 那么基督教会的 这种 这种 隔绝于世 自己生产 自己生活 与俗世 就像和尚出家一样 与俗世彻底的根 就是切断联系 是 天主教引修制度的 产生的雏形 那么 继而 天主教的行为规范准则 也跟隐修制度 产生了巨大的联系 首先我要说一下 什么叫隐修制度 隐修制度就是说 修士们 有一个修道院 他们在修道院里头 按照他们自己修道院 比如说你是本独会的 或者是耶稣会的 有各自的教法 律法 侧重点 有些 有些教会侧重于工作 有些侧重于学习 有些侧重于这个神学 或有些侧重于写作 有些侧重于这个福利的 等等等等 每个教会的侧重点都不一样 当然他们对教条的看法 也不一样 每一种 圣人所开办的 最早的这个教会雏形 都有他们独特的 比如说我下面 下面将举四个例子 这四个例子 第一个名字叫 中文名字叫 言归吸毒也就会 他的 因为这些教会 全都是天主教会 所以他们的名字 全是拉丁文 那么这个教会 拉丁文的名字叫 Orto Cisteciensis Strictiolis Observanti 这个教会是以圣本独的教义 本独的教义建立的教会 第二个是加尔都西会 他的拉丁文的名字是 Orto Cisteciensis 第三个是非常出名的道明会 他的名字在拉丁语是 Orto Predicatoru 这个词有点绕口 这个是奥古斯丁建立的 遵守奥古斯丁教义的这个教会 最后一个是加码道理会 他的拉丁文是 Congregatio Cammatulensis Ordinis Sacti Benedicti 这四个教会 其中 第一个和第四个 是圣本独的教会 遵行着本独的教义教会 第三个是遵行奥古斯丁的 奥古斯丁的这个教义的教会 那么这四个教会 我简单的说一下 我为什么拣选出这四个教会 当然教会是特别多的 没有成千个 也得有好几百个 这些大大小小的教会 每一个人遵守的 律法和侧重点都不一样 他们有的起源于法国 有的起源于西班牙 有的起源于 今天的捷克 有的起源于意大利 还有 比如说像德国 巴伐利亚这样的地方 首先说说这个第一个教会 言归西独野修会 这个教会的特征就是 他们是严格遵守 圣本独教力的 也就是说他们的行 是极其按照新教教会来讲 就是说他们是极其 律法主义的 行为主义 他们每天早晨 几点吃饭 几点睡觉 几点做早课 做午课做晚课 都是非常严格 当然你不可能 不可以使用什么电子产品 手机 电脑 无线网络 这些跟他们的生活 都完全没有关系 这个教会 以出产啤酒 出产 而有名 他们是坚守着 一天不工作 一天不吃饭的严格教理 也就是说 他们是完全自产自足的一种生活方式 他们的啤酒在欧洲非常有名 当然有些人 很多人其实都不知道 他们凭啥爱喝的啤酒 实际上是教会生产 尽管这些标识上已经标记着 这是教会生产的 但是这群人根本就不知道 当然有些人 比如说教徒们 他们也愿意去买教会生产的啤酒 来支持这些修士们 这群修士们是不拿 罗马教会的 中央财政系统的钱 维持自己 他们过的是一种 苦行僧式的 极其贫瘠的生活 在通常上在远离市区的教会 市区的这些修道院里头 基本他们很少跟士族 也不可能跟士族打上交道 第二个教会 这个加尔都西会 当然你要进入这些教会 也非常的困难 加尔都西会这个教会呢 它是 叫Gardusciensis 它是一个 我稍微了解这个加尔都西会 这个加尔都西会 它有个非常明显的特征 就是它跟前面那个教会 西读会是一样 它是十分十分 严苛的遵守时间 就是你的时间 绝对不能出错 而且它等于是 它就像军营里那种生活 几点起床 几点什么 晚到 早晨六点半起床 晚上是十二点半睡觉 也就是一天 你只有六个小时 睡一段时间 其余的时间全是工作 还有做宗教功课 以及 就是 工作 就是这个祷告 或者是学习 你真正自己能用的时间 只有半个小时 也就是 晚餐之后 从 六点半到七点中间 有半个小时的自由时间 你可以看出这个教会 对于他的修道人员 当我们就有多严苛 这个教会曾经在 万恶的法国大革命时期 被 法国的革命党迫害 使得它衰落了 但是直到今天这个教会 仍然存在 第三个教会 道明会 这个教会比较大 它的相对来讲 比较宽松 但是 它所谓的宽松 只是叫其他那三个来说的 对于一般人来讲 你刚进入去 生活也是十分不适应 非常 很难适应 最后一个教会 比较衰落 它是一个小教会 它也是以圣本独 圣本独的教义 是以严苛著称的 它也是以圣本独 教义来完善 来完善 就是作为自己的目标的 你可以看出这些修士吗 他们跟你想象中的 14世纪 15世纪 那个马丁路德所谓的 卖赎罪券 天天极其腐败的天主教会 你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这群人不仅不吃中央财政的收入 而且他们全都是靠着自己的生产 靠着种田 靠着养猪 真的很多中世纪的修道院都有猪卷 然后还有这个 做啤酒 也是红酒 啤酒 这也是他们的传统生意 还有就是卖一些农产品 水果 诸如此类的东西 来保证自己的生活 他不是你们想象的 吃这个中央财政 当然是天主教会是有吃中央财政的 但是他们并不是修士 而是 等于是教会里的行政机关 比如说大区主教 书籍主教 这群人是管着一大片地区的教务 养着很多的这些 见习修士和一般的修士 那么关于这种自己自足的这种教会 刚才我说的像这个 道明会就不说 那是个比较大的教会 比如说像吸毒引修会 吸毒引修会这个教会 在全世界大概有50多个修道院 人口吧 大概也就是不会超过几千个 然而他们生活的是 不需要外界基于他们任何关注 真的是放空自己 把自己的人生 把自己的所谓的价值 就是现代资本主义提倡的 人要实现自己的价值 实现自己的幸福 这种撇去一边 真正的愿意过着一种与世和绝 净空心灵的生活 对于这样的修士 我是十分尊重 十分尊重 十分这个钦佩 那么这些人的生活方式 显然和马丁路德16世纪 那个贩卖赎罪券的 罗马天主教形成了个先命队 这里其实有一个也值得一提 就是说这些教会 其实如果你查到他们根源 你会发现 这些教会的诞生 几乎都是九世纪跟十世纪 比如说像我刚才说的 最后那个教会 加码道理会 加码道理会 他的诞生时间是公元十一世纪 一零五几年左右 这个时间 从他的建立到现在 尽管经过了法国大革命 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这种迫害 但是他仍然生存到了今天 你可见这种教会 他是有生命的 一千年的时间 别说是 整什么组织的 一般的国家和文明 都已经有很多已经在这个过程中灰飞烟灭了 包括伟大的哈利法帝国和奥斯曼帝国 都已经灰飞烟灭了 而这些 其实一般 你如果不是天主教会 真的了解天主教和教会史的人 你压根就不知道这些小教会 像小魔物一样存在在 你如果你在欧洲 你所见到很多闭门大所的这个修道院 其实他们就正是有这群刻骨己心 修了修炼修行自己的修道士 而建立 这群人和罗马天主教 形成个鲜明队 其中 我再举个明显的例子 就是在一个月前 大概一个月前 我们敬爱的方济各教宗 承认罗马天主教快要破产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年 罗马天主教我之前说过 他的重要的收入 其中有一个是世界文化遗产 主要就是全世界各个大教堂 门票的收入 还有相关带动的旅游业 还有一些就是教会的地产 通过出租啊 或者是干脆建成旅馆了 或者是建成观光客游览的地方 这些是天主教会非常重要的一个收入 然而在欧洲 我们知道欧洲这次疫情受影响 最重的就是旅游业 而天主教会呢 卖门票主要就是靠旅游业 因此教会的经济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还有一方面就是大家经济都不太好 所以给教会捐的钱也少了很多 然而教会的开销 教会底下养那群教士 他们是不会自谋生路 他们也不会去打工挣钱 因为他们早就吃习惯了 教会分发那些 像官僚体系一样 发工资的那种生活 他们是不行的 然而我刚才上述提到那些教会 他们是欣欣向荣的 他们是发一切照旧的 这就是我上次讲医学 我说到了 你看天主教这种神父 就是他的官僚体系 他的经济 你可以看出 他完全依靠这种天下太平的时间 才能维持住他的宗教体系 他就很快就完蛋 如果没有这个稳定的社会生活 他就会完蛋 就会破产 而这些生活在深山里头 郊区里头 或者有些甚至就是在城市里 但是大家不注意他们的这些修道院 他们相反是通过自己的 出售自己的啤酒 水果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 还能够幸福 能够在这个世界上生存 而且他们还能够对外输出秩序 也就是说他们能够庇护穷人和发放福利 他们还能通过自己生产 因为他们的教义通常是这样 我们挣的钱够我们吃喝里外 我们全要帮助穷人 这点举弱好像之前他说过 好像什么只有 不是只有教徒才能做善事 但是像这样做善事的 只有教徒会这么做 无神论者是永永远远 也不可能做这种善事 而且他也不 他也是就是无神论者 尤其是那些受过启蒙主义的无神论者 他们是极其以自我为中心的 世界的中心和地球 地球都围着他转 他根本就不知道敬畏上帝 也不知道自己只是在世界上 一个和尘为小的 不值一提的尘土而已 不懂得谦卑自己 因为人有一个非常大的劣根性 就是人因为他是以第一视角看待世界 他所以他总以为自己很伟大 很了不起 觉得天下中他是特殊的 宗教就是要改掉你这些身上 就是你这种第一视角的臭毛 当然这点是举弱这种人永远理解不了 那么我们了解到了隐修制度 也就能明白天主教 那些非常前进的教徒 他们到底追求一种什么生活 马丁路德呢 他那个时代 又产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这点好像很少有基督教会的学者 或者是教会史学家们 注目到这一点 就是我刚才说的 这些教会全都成立于九世纪和十一世纪 九世纪到十一世纪这段时间 很少有超过十六十七世纪 当然也有 那是极少极少 很少有超过十六十七世纪 在建立的教会 分立的教会 那么为什么呢 这就跟罗马教皇 教宗变得这个 一是跟教会本身的制度有关 另外一个就是跟教宗的政策有关 就是原来教会是可以分值的 就是自我繁殖 自我分裂 当教会这个教区的人数达到一定程度 我们就在那个地方再盖一个修道院 然后我们在那去 渐渐的我们生活习惯不一样了 你遵从圣本独的教义 我遵从奥古斯丁的教义 但是我们都是兄弟还是朋友 只不过我们生活习惯不太一样了 法国的农场主 跟瑞士的山地牧羊那群 或者养猪的那群天主教徒 肯定是因为生活习惯而 对于信仰也有不一样的认识 所以但是不管怎么样 大家还是好兄弟 我们都是天主教徒 然后我们大家和 在一起可以一起讨论神学院 或者怎么样 但是我们大家有不同的修行方式 不同的修行的力道 然而资源是有限的 地盘是有限的 教会的人数在增多 教会的人数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平民 尤其是到了十二十三世纪 人们那些穷人穷苦的农民 他们是指望不了自己通过什么打仗 成为贵族 那是想都不用想 那是非常难的 最容易晋升的方法 就是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教会去 送到修道院里 他如果天资聪明 而且出众的话 以后学会了拉丁文 能够成为一个了不起的神父和神学家 那是我们全家光宗耀祖的事 那是我的骄傲 比如说别这么不说 就说康德吧 这都不是十三十四世纪 康德是十七世纪的人 他小时候 他老妈就是想把他 就给他送到了拉丁文学校 康德怎么学在拉丁文 就是在教会里学的拉丁文 他老妈是想让他当个光宗耀祖的神父的 当然他老人家没成为神父 这是后话 但是你可以看出 那个时候的农民到底都在想什么 他们不是想着读书当官 那是跟他们生活根本 而且欧洲也没有官僚系统 跟罗马帝国不一样 欧洲的封建领主们是没有官僚的 只有税收人员才懂文字 除了税收人员隐瞒 只有教会的教师是有文化 所以你想改变命运 只能当教师 那么人民都想把教会 把孩子送给教会 所以教会就要修各种各样的大的修道院 这些修道院里的人数是有限的 比如说这个修道院就只能包拿三百个人 二百个人 但是我不能让这个二百个人住满了 我只能让他住五十五十个人 剩下一百五十个人 这个地方 我们当有战争的时候 我们要收容难民 这一百五十个床位是给难民准备 这是所以就造成了许多修道院 你就看出为什么欧洲有那么多修道院和教堂 原因就在于此 修道院多就是因为需要有大量的修士 农民的孩子送到教会 想要成为教士 当然也有人就是真的信爱 就是爱上帝 希望自己的孩子为上帝服务 也有这种人 那么这就叫天主教的自我分支 他会慢慢的 都是从罗马天主教这个根长出来的 但是每个支叉都不一样 你是尊圣本独的 我尊圣依西德罗 他尊圣奥古斯丁 他尊圣雅各或者其他人 圣人是那么多的 每个人都可以按照 当然有些就是真的是 由他们命名的那群圣人自己建立的 比如说像道明会就是圣道明建立 那么 这个教会的开始 都是欧洲有大量的土地和信众 等待着他们开发 然而这个是有个时间线的 到了16世纪 能够开发的修道院和土地 基本上已经占马了 所以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办法再开发 因此本来在10世纪或者是9世纪 极其平常 根本就不会被人喊为异端的 举个简单例 就是胡思诺牌 就是捷克的胡思诺牌 胡思诺牌这个信仰 当然他跟天主教主流教育还是有些区别 然而如果在早前那些时代 他们完全可以通过自己建立新的一个修道院 或者是形成一套修道体系 成为一个新的教会 不会跟罗马天主教产生矛盾 然而因为已经没有地盘了 所以因此这派的民间思潮 宗教民间思潮 就跟天主教会产生了严重的对立 我们要注意 并不是所有的修道院长和所有的修道会使 都跟天主教 教宗还有红衣主教们是那么和谐的 他们经常是为了一点屁事 打得鸡飞狗跳 原因并不是神学 而是主要是原因 主要是在经济方面和生活方面 比如说这块地方是属于 自古以来属于我们圣道民会的 你耶稣会的修士 把你们的羊放到我们的牧场里 吃我们的草 这个你看跟任何教义都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这是实实在在的问题 然后我就要去了 我要去 首先当然我不会找罗马 我可能去找这边的书籍主教 比如说烈日的书籍主教 或者说我找了萨尔茨堡的书籍主教 萨尔茨堡的书籍主教替我做主吗 你不替我做主是吧 好你不替我做主 那我就上告到罗马 看看教宗怎么样 教宗如果偏向道民会 或者偏向耶稣会 那另一会就不干了 然后就开始跟教宗开始对着干 教宗拿这些大区主教或者这些修道院的 这些修道院长是一点制都没有 一点制都没有 所以教宗也只能干巴巴的凳着 然而教宗的权利就是罗马主教 罗马主教就是教宗 按照五大教区 这点就是基督教历史 就是基督教本身原始有五大教区 罗马主教其实本身只是五大教区的其中一个 他后来变得很特殊了 就是因为他变成西方教会的领袖了 那么教宗对于这些历史源源悠久的 由圣人开创的教这个修道院和教派 他是一点制都没有 我不能因为你找我麻烦或者偷着背后说我坏话 我就说你圣道明或者是圣依西德罗或者是圣本独 你们开创这些教会修道院是异端组织 他是不行的 因为这些人都是已经丰盛了 而且在教会里有很大的势力 他是不能说的 但是面对你这种刚冒头的魔物 像胡斯诺派这样 那教宗就非常哈哈大笑了 你连个修道院都没有 你们这群人 支持这群人都是一群皮下中的和一群不懂教义的贵族 我开出你们的教集 说你们是反对教会的万乐的异端教派 看看神圣罗马皇帝和加利西亚主教们 还有这群谁敢支持你们 谁敢支持你们 我开出谁的教集 妈的 我绝对不能让你们这群一天到晚找我罗马毛麻烦的人 而且也没有多余的修道院和土地让你们再去分支 所以你会发现 为什么新教没有修道院制度 原因就在于此 而新教没有修道院制度 所以他就造成了新教 他不是一个有神学的宗教 这个大家听了可能觉得诧异 但是确实是如此 因为只有修道院制度才能产生高级神学 一般来讲 你仅凭自己的阅读和理解 你是产生不了什么神学概念 就是你产生的教派 你只能 你只是在组织上和什么上 你在生活的就是灵性生活 这当然就是刘仲敬所最看不起的那种 所谓的灵性生活 宗教生活中 纯粹宗教生活那种 修行 你是没有的 所以说你会发 所以说新教教会 从马丁路德以后到加尔文开始 一直到今天 所有的新教教会 它会快速的分支 教派总是在分支 这就跟家庭的分支一样 你生孩子 你比如说你生三个孩子 这三个孩子长大了 他们各自娶老婆 然后就分家了 他们的孩子之间是表兄弟 他们再生的孩子 那互相可能就不认识了 再生孩子 再过两代三代就不认识了 教会也是这样 你会一段段的分支 分支完了之后 最初的最后的教会 跟原始的教会 可能你看着完全都不一样 那么当他的余职达到一定程度了 就是天主教会的余职达到一定程度 没有办法再用 以天主教会的名义分支 就变生出了所谓的新教 而新教就是要打翻原先的旧教 当然了 包括原先的旧教的组织 和旧教的这种修道 隐士修道修士制度 所以说新教是没有修道院制度 第二新教是非常快的分支的 你看美国有多少教会 那些新教教会有多少 美国有八千个教会 大的教会有几百万几十万的新众 小的教会可能只有几千个新众 这些教会大大小小的蘑菇一样 变满了美国的东西海岸和中部 这点在新教刚刚诞生的时候 在欧洲 北欧也是比较明显的 但是他们一直也没有 因为那时候时代还比较传统 而且也没有什么网络 印刷机 十字律什么的都是问题 所以说你很难分支的那么快 到了美国 再加上技术的革新 宗教教会的分支就非常快了 但是你会发现 这些教会全是有组织 而没有 就是没有纯粹的 纯宗教生活 就是像天主教那种修道院制度 这是新教产生的根本 就是他需要分支 宗教需要分支 而天主教的已经饱和了 天主教无论是土地上 还是修道院上 他已经饱和了 所以新教 是没有原先天主教的这种野修制度 因此新教就带来了一个另一个问题 就是他们摆脱了原先那种奉献给神的 像修道院这样的生活 那么他们怎么调和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呢 这就是新教伦理最重要的一点 因信成义 而不是因行为成义 当然了 如果你看马丁路德的著作 和现在那些新教的神学家们写的 他们当然是根本就不会承认这一点的 他们绝对不会承认这一点 但是如果你从整个教会历史 注意 你不能从马丁路德身上看 你从马丁路德身上看 你是看不明白这里 它到底是什么原因的 你必须从整个教会历史 从耶稣那个时代 然后一直到本堵那个时代 从本堵那个时代 到公元11世纪 公元11世纪12世纪 当时的法国 神圣罗马帝国的南部 捷克 今天的捷克 就当时的加里西亚 匈牙利和这个 意大利 西班牙 还有英国 这些遍布林立的修道院和教会 他们的发展历史 像小蘑菇一样 一块块长大 然后再到他们饱和的左右的 十三十四世纪 然后再到文艺复兴时期 教会开始打击异端 胡斯诺派 燃森派 这样的教派 然后你才能明白 为什么新教产生 像燃森派这样的教派 它和加尔文主义 简直就是 你如果不 你如果 不看到它的理论的提出 你完全可能认为 他们就是一个人说的 他们是有非常紧密的 这个前后继承关系 有着前后继承关系 那么 其中就是 当然了 新教要想独立 它必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借口 就是说 我们要独立 我们不能承认罗马教皇和 罗马教宗的这些神学上的教育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首先 我们要建立一颗新的基督教体系 基督教伦理 你们不是倡导着过宗教生活 做什么前程生活吗 但是你们看你们 你们倡导那些东西 你们遵守了以后 竟然还用什么赎罪券 还有盖这些豪华的大教堂 每一个红衣主教都那么的奢侈 那么的浪费 这是圣经里没有写到的 而且圣经里从来也没有写到什么 赎罪券这种东西 全都是你们编出来骗人钱的 圣经里说到 保罗和约翰说到 我们是因为上帝的救恩 才能称之为义的 而不是靠我们的行为 然后 叙事体系就照此展开了 所以修道院制度是罪恶的 所以罗马教皇是罪恶的 然后他们其中还有一些教派 这些在早期教派中是非常常见的 现在新教是不怎么说了 早期的新教 像加尔文这群人 他们都是 马丁路德这群人 他们都是把罗马教宗当做敌基督来对待 他们说你看启示录里头 约翰所说到那个大红龙 其中提到了七丘之城 哪座城市七丘之城 稍微知道 西方神话就知道 罗马这个城 传说 罗马的建成者 罗姆鲁斯 他们两个兄弟两个人 是狼 用狼养大的 然后他们就在七丘之城 就是今天的罗马 台博河边七丘之城 建立了 罗马城 也就是罗马文明的传说的产生 相传 罗马的北部有七个山丘 七个丘陵 所以被称之为 罗马这座城也被称为 七丘之城 启示录里头说到 那个罪恶的城 就是七丘之城 所以让人很容易 尤其是在 新教徒那个时代 很让人一想到 你一想到七丘之城 肯定就是罗马 除了罗马以外 没有地球上 没有第二个七丘之城 但是这个城市 说是罗马是非常 冤枉教宗的 因为 在约翰写那个时代 教宗他老人家 可没坐在七丘之城上 发号石 在约翰写那部书的时候 谁坐在七丘之城 当然是罗马的皇帝 约翰被罗马皇帝迫害 流放到拔摩岛上 而且早期的基督徒 全是被罗马叫 这个 罗马人迫害 罗马人拿他们喂狮子 杀他们 把他们定十字架 等等等等的 像保罗和彼得 都是定十字架而死 约翰是救 彼得 救着这个 罗马迫害 基督徒 写下的这段文字 意思就是 罗马这座 罪恶之城 终将受到上帝的审判 因为他杀死了 这么多基督徒 所以他是 大红龙 他是撒旦的仆人 是敌基督 是跟上帝对着的案子 其实 你只要了解 当时的历史背景 你就很容易理解这些 然而 冤灾亡也可怜的 普通的 愚夫愚妇们 是不知道 约翰写作的创作背景 而 只要读 如果你连这个 都不懂的话 那你读一读 奥古斯丁的 上帝之城 也能明白 上帝之城 奥古斯丁就明确说出了 上帝的城 跟世俗的城 这是两座城市 谁是世俗之城 他明确的说 世俗之城就是罗马 罗马被蛮族劫掠以后 罗马人就开始怀疑 是不是因为我们妈的信了基督教 所以我们他妈的 才被蛮族人打败 以前我们信多神教的时候 我们很强大的 这个时候 基督徒 虔诚的那群人就该说了 我们一定要为基督教说话 我们不能让这些万恶的罗马人 这么贬低我们宗教 说我们害了他们这样 所以 有一个执政官 当时有个罗马的执政官 还是个大户 就给奥古斯丁写了一封信 就请奥古斯丁 当时已经是一波的主教了 所以就说 请奥古斯都 你写一本书 来辩驳这群人说 是我们基督教 把罗马害成这样 奥古斯丁真的写了 当然这部书写了好几十年 这就是著名的上帝之城 上帝之城之说了 罗马是世俗之城 基督徒新耶路撒朗是上帝的城 上帝的城跟世俗的城 是不能并立的 你们不要以为 上帝是为了保护哪个政权 才存在在世界上的错 上帝是为了建立一个全新的政权 爱的政权 才把耶稣赐给我们的 所以他所建立的政权 一定是跟世界上所有的世俗政权 完全不一样的政权 罗马当然也是世俗政权的一部分 他是注定会被上帝毁灭 上帝并不是要保护你 或者保护别人 恰恰相反 他正是要摧毁罗马 和摧毁罗马所有的体系和制度 最终建立起一个 就像耶稣所说的 我来并不是要让世界太平 乃是要让世界起刀兵 所以奥古斯丁非常清楚的 而且也正确的阐述了 约翰在启示录里头 关于圣洁妇人和大红龙 到底比照的是谁 圣洁妇人指的就是基督教会 大红龙指的就是罗马帝国 教宗当然是无辜的 教宗当然不是什么大红龙和迪西都了 但是这个时候新教为了脱离天主教 他就造了跟基督教脱离犹太教一样的谎言 基督教脱离犹太教就说你们已经被上帝包弃了 你们法利塞人最坏 你们比无神论者更坏 你们比外邦人更坏 你们残害耶稣基督 你们迫害使徒 所以盖亚法是最坏的人 还有你们那些法利塞人 还有那些萨都 萨都该人全都最坏 坏坏坏坏坏 你们还不如那些妓女好 妓女能够得救 但是你们法利塞人得不了救 耶稣不是马太福言说过那么一大段吗 而且早期的使徒都说过 犹太人怎么弄着脖子 硬着镜像 不受耶稣基督的教诲 当然了这些已经是过去时 新教也面临着这个问题 他要脱离旧教 他必须有一次 他必须得指出 我为什么要脱离旧教 当然这个理由 不能是非常小的理由 不能说是 你闯红灯 你随地催坛 这些小事是不可以构成 你脱离原先教会和教宗的 所以你必须找大问题 大问题就是什么 卖赎罪圈 当然是个最好的借口 但是还不够 还要把你黑成你是敌基督 这里头我们可以读福尔泰的小说 福尔泰小说这里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 一部分文献 当然福尔泰这是夸张 因为福尔泰在宗教问题上从来都是不客观的 但是他写这个小说里也有点可以借鉴之处 就是说他写到 荷兰的资产阶级新教徒 当他们看到一个不认为罗马教宗是敌基督的一个天主教徒 跑到他们身边的话 男人会用棍棒招呼万恶的天主教徒 而女人会从阳台把尿盆泼出去 把尿泼出去 泼在他的头上来教训天主教徒 所以你可以看出 当然了 他能制造成三十年战争 那新教跟天主教之间的仇恨和矛盾是极其大 天主教徒说 你们背叛上帝和上帝的教会 你们不遵守上帝的要求你们的律法 现在说什么因信成义 你们如果只讲信不讲行为 谁知道你们的信是真的还是假的 你们通通的都是叛教者 给你们教集通通开除 新教徒说 妈呢你是敌基督 圣经里启书里说那个七修之城 坐在七修之城上的大红龙 就是说你罗马教宗 你历来迫害真的基督徒 那但是真的基督徒就是谁呢 在早在新教之前 真的基督徒 但是就是天主教徒了 如果你说罗马教宗在迫害天主教徒 那简直你在现在看 简直就是笑话 或者在 马丁路德和加尔文诞生之前 那简直就是笑话 对于那些 即使跟罗马教廷非常不对付的那些 自生自利的教派 靠着养猪酿啤酒 还有种果树为生的教会 他们也会觉得 你如果说 你如果说教宗是什么敌基督 或者是迫害真教徒的 什么魔鬼的话 那你这话说实在是太过分了 我们也没有办法接受 那么但是无论如何 新教就这么展开了 新教的重要观点就是指 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新的教派 这个教派是自由的 而且是按照圣经为唯一蓝本 不要继承那些可怜的传统 可悲的传统 这些传统是什么 就如耶稣说法利塞人 你们遵守人的传统 不遵守上帝的规矩 法利塞人说 你们吃饭不洗手 耶稣说吃饭洗手是人的规矩 他用这个话来驳斥天主教 那么这就像军事传统一样 什么叫军事传统的 军事传统就是说 不是说你有了武器你就能打仗 我推荐大家看一部电影 叫《灰烈潜号》 这是去年 这个 这个汤姆克鲁斯 这个主演的一部电影 讲的是二战时美军的一架潜艇 带领着保护人的物资 从英国跨越太平洋 回到美国的事情 中间他就遇到了德国潜艇的袭击 还有跟德国潜艇之间的斗志动用 你看到船员的水手 跟舰长之间那种协调性 那个水军的那种协调作战 大副二副三副四副 还有底下的观察员 怎么怎么样 那些通讯员 还有这个辽望 等等等等 水手 他们会迅速的把第一时间 以最简短的言 立刻告诉船长 然后船长以迅速的 几乎在刚刚听到他们的报告之后 就迅速做出判断 该怎么样 比如说船头掉五度 船头掉 这个不是说 你有再好的航母 再好的航母 放到中国那样的费拉军队 那也是白给 为什么呢 他没有协调作战能力 他没有军事传统 正如刘仲敬所说的 如果大清帝国对应的是 奥斯曼帝国 或者是哈利法帝国的话 那非常可悲了 就是拥有船 拥有军事传统的是满洲贵族 是巴图鲁满洲贵族 而不是汉人的降奴 降奴是没有军事传统 所以你指望这群 无产阶级大头兵 能打出什么好仗 那你就真是太乐观了 尽管现代之中 现代战争中 没有古代战争那么假 但是你协调作战 这边发号施令 那边都听不懂 或者是根本就做出 根本就调配不出来 或者这边刚刚传达信息了 然后总部收到之后 根本不知道做出怎么样的选择 那你就根本就没有办法作战 所以军事传统跟宗教传统是一样 我们注意 我们绝对不要说 注意说 只有军事传统是属于有效的 宗教啊 甚至任何东西 它的形成的传统 它对它的下一代 都是非常有必要的 这点在工业和技术上 也非常明显 宗教传统 其中包括修行的方法 和生活的方式 教这里除了神学以外 我们不单说神学 就是对于问题 对于教会问题的处理方式 也是非常重要 显然 这些我刚才说到那四个教会 那四个从十一世纪 九世纪到十一世纪 诞生的这些古老的教会 他们的根植 可以找到公元二世纪时的 亚历山大教会的影子 当然了 他们可能有些是六世纪教会 那种生活方式 有些是九世纪教会生活方式 然而 无论是怎么样 他们是有传统 他们是自古按照传统生活 而新教就是要破坏宗教传统 然后说出一个 就是我们按行为成义 但是你按照行为成义 按照信成义 因信成义 你不按行为 你也不接受传统 那么你面对传统的问题的时候 你就没有办法能够达成一个共识 这点在新教诞生了之后 他的迅速繁殖 跟他的迅速衰落 其实有关系的 天主教是支撑了一千多年 将近两千年的时间 他才就是一千五百年左右时间 他才衰退 到了今天天主教 虽然汉上不行了 但是天主教仍然有他的核心的 就是实打实的 完全在任何社会状态下 都能生存下的东西 新教会呢 打他诞生的那一天 已经不知道多少新教会死了 已经没有人记得这群教会 也没有人记得那些教会 最繁盛最鼎盛的时代 现在他们已经凋敝了 他们的时间线只有几百年 只有几十年 天主教会的时间线 是达到上千年 这但是你可以看出 新教会所谓的改革了 然而他们实际上是不如 天主教会 从宗教本身来讲 是不如天主教会 那么有些人就说了 比如说 我看有一本书的名字叫 资本主义和新教伦理 说资本主义和新教伦理 是完全对的 这个有道理 因为我们知道 我讲法国大革命理 其实说到了 资本主义是什么 资本主义就是破坏 原有封建制度的规矩 和阶级性 天主教会的规矩和阶级性 当然它已经达到腐朽 到一定程度了 确实也需要改革了 或者改变了 我承认 不是说所有东西老的就是好 但是如果你把它所有东西都剔除了 然后重新开始 那你将面对的是一片文化的沙漠 或者一片荒芜 而你所谓的阴信称义 根本就是一个 阴信称义和人文主义 或者是伟大的自由主义思潮一样 是根本就 你根本就不知道 怎么才能指出 什么是阴信称义 什么是假的阴信称义 什么是真的阴信称义 而天主教的修道士们 那些苦哈哈 天天种地 养猪 还有翻新苗圃 种花的 或者是靠贩卖玉心香 那些神父 他们生活 你非常明显就能看出来 他们是哪个教派 哪个教会 你从他们几点起床 几点吃饭就能看出来 这些东西都是很能表现出来 至于新教徒 加尔文宗 或者是什么 那些 什么长老会 再亲礼派 什么再习礼派 安息日会 这群教会 他们有自己的特征 但是你要问他们信 他们到底信不信 怎么信的 其实你根本你也不会了解 你也找不着他们信的 根据是什么 而且任何人都可以表面上信 而我实际上我什么都不干 我嘴上信上帝 但是我什么都不干 这点在费拉教会 就是中国教会里是非常明显 我在费拉 我顺带说一下 费拉教会 就是中国这个教会是不可救药 而且我敢保证 虽然讨论得救问题 我是向来避讳这个问题 但是我敢保证 中国教会里99%的人 根本就不会得救 而且他们会比 通过我对费拉教会的理解 费拉教会这群人 实际上比无神论者更可恨 而不是比无神论者更好 他们往往是 拿着耶稣的旗号 拿着基督教旗号 干坏事 干的是心安理得 干的是一点的什么都没有 而且他们干完坏事之后 还会说 主啊我要忏悔 忏悔来之后 请你原谅我 然后他们更干的是 无拘无束 这比一般的费拉 那些狡诈的费拉 还更加的让人厌恶 至于为什么中国教会是这个德性的 原因我之前在讲中国人是谁的后代 我已经说过了 因为你是迦南的后代 你自无以来就是被诅咒 全人类都能得救 恐怕中国人也无法得救 因为中国天生就是 上帝被化为不可拯救的那个堆里头 经过历史漫长的博弈 中国人终于已经堕落到 根本就毫无可能的可能性 即使几种教会里 能得救的能达到千分之一 是否能达到千分之一 我都极度怀疑 当然中国里有一些高组织的教会 有些组织性好的教会 他们教会的反而是一些野教会 就不是名门正派 不是什么三在 三在国运动那些教会 那是肯定 肯定通通下地狱 他们是为魔鬼代言的 这就好像说 你想共产党开的教会 能有好教会 那么关于费拉教会的 这个我就说到这里 不想再讨论他们 剩下就是说 新教的教会的伦理 他们对律法主义的解释 当然他们就把天主教会 他们从天主教会脱离出来 那部分形成攻击了 就是他们发明了律法主义这个词 律法主义这个词 如果基督教里真的有这个词的话 那么也只能说是耶稣曾经说法利塞人那群词 就是说你们不爱上帝 不信上帝 他也没有办法说法利塞人不信上帝 只是说你们表现不爱上帝 你们只不过是 哎呀行为呀装扮自己好像很好啊 很圣洁呀 很正直啊 实际上你们心里坏透了 其实这也是个主观的东西 你怎么能探测到他们心里坏还是好 这完全是你个人的判断了 如果耶稣没有什么超能力的话 那肯定是他个人的判断 没人能知道别人心眼里想什么 那么 音信称义其实也就落入这个悖论了 你怎么判断他们是不是 你要你又怎么判断 罗马天主教那群人就不爱上帝呢 你凭啥 你凭什么得出这个结论 你只凭借某些教士或者是教中央 这个教会的中央财政系统通过贩卖赎罪券 养活了一大群吃闲饭的教士 这是人的堕落性 也未必这些教士就真的不爱上帝 或者真的怎么样 你没有办法去判断 走进人的心眼里判断 当然了你可以反对这种经济活动和行为方式 但是你扣上律法主义的帽子 从理性客观中立来讲 显然你是胡搅蛮缠 当然了人类自古以来 真正理性客观中立的人是 反正我是没见过 所有人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去出发 去诋毁跟他不同的人 尤其是跟他最接近的人 你看新教会 他为什么不诋毁东正教会 因为东正教会离他很远 天主教会离他最近 而且他就是从天主教会分离出来 所以他一定要把天主教会形容成 实恶不是恶的 现在因为新教会已经逐渐壮大 他就不再说罗马教皇是什么狄基督 或者是什么魔鬼的代言人的这种 这种纯属胡搅蛮缠的鬼话 这不是纯属是忽悠无知民众的吗 鬼话 但是当时人还真就信 当时那些资产阶级新教徒 真的就信罗马教庭是 是万恶的魔鬼的代言人 这段历史进入到19世纪和20世纪 又有所发生改变 其中值得一提的 就是有一部分新教徒重新回归了天主教 这个代表人物 就叫约翰纽曼 约翰纽曼是一个英国国教会的神父 后来他中年的时候改回到了天主教 他写了一本书 这本书非常有名 他是用拉丁文的名字写的 但是这本书的全文是用英文写的 有兴趣可以看一下 名字叫做Apologia Provida Sua 翻译成中文直译还挺难翻译的 我把拉丁文简单解释一下 就是Apologia这个词 它是现在所有西方语言 护卫 就是这个辩护的 辩护的这个词根 词源 现在西方语言 什么法语 西班牙语 意大利 英语 这些所有词 Apologia 都是从这个词产生的 他从司法角度上来讲 有这种 比如说 律师替自己的 这个 替自己的这个 这个这个 替自己的辩护方 提出这种 辩护这个 这个辩护的这个身份 辩护这个位置 但是它在神学里有一个意思 指的是护教学 这个词在基督教里 专门对应的词叫护教学 什么叫护教学呢 护教学就是维护基督教法统的学说 主要就是 首先在各个教会之间 或者是在伊斯兰教和犹太教 比如说 我是个万恶的犹太教拉比 我天天写 你们基督教是怎么残害犹太人 还有你们这 你们耶稣是假神 是一个拿萨勒的大骗子 我写出来的书 当然了 我的隶书根据是非常高级的 不会 不是是像泼妇骂街一样 随便写一些 留都没的 我写的都是寻章斋剧 从教会史 或者是你们基督教史学家里头 和犹太史学家 比如像我之前反复提到的 约瑟夫 著名的犹太史学家 我从他们的书里找到基督徒 早期基督徒 都是一群坏蛋的历史资料 然后我黑你们基督徒 那么面对我这样的人 你一般的什么 就类似于三家村的那种神父 就那种土鳖的 就是那种地区神父那种极其土鳖的 只能读得懂一种语言 拉丁语都看不太懂那群土鳖神父 他们是没有办法跟我这样的犹太拉比过招的 他们不配给我过招 所以呢 就要有高级神学家跟我过招 或者是伊斯兰的伊玛木 写出了先知的教导 穆罕默德的先知教导 才是真正的上帝的旨意 真主阿拉的旨意 你们基督徒是篡改了真主旨意的坏人 坏人坏人坏人 然后我找出例子 当然了 伊玛木那些高级的伊玛木们 他们是非常有学问的 你千万不要以为穆斯林他们没有神学造诣 他们神学造诣是非常高 那些最高级的神学家们 一般人根本就理解不了他们的文字 所以万恶的犹太拉比和万恶的邪恶的伊玛木 写出了诋毁我们神圣基督教的文章 这个时候就要用高级的基督教的神父和神职人员 神学家们写出辩护文章 这种文章就叫基督教辩护教学或者辩护学 那么这个词根就是拉丁语的阿波罗际 阿波罗际 后面那几个词就好理解了 Pro是为了 Vida它意思有很多 这里应该当主体讲或主要的主干讲 当然它原因是指生命 素就是指我本身的其自身的 你发译上中文其实你就大概能理解 就是为了其自身的主体去辩护 但是因为这个辩护它使用的是神学概念 所以你不理解阿波罗际 这个拉丁文词跟神学之间的关系 你就没办法解释这个书的名字是啥意思 那么约翰纽曼这个书其实就说明了 新教我为什么抛弃了原先的新教伦理和新教的 这种音信称义的这种世界观 而选择了反动的 按照新教来讲是反动的 保守的及其撒旦的代理人呢 天主教为什么 约翰纽曼当然没在这里头说 像我这样恶毒的攻坚 新教他是非常和善 非常认真 也非常自省的写出了 我为什么选择天主教 而不愿意再遵行新教的那些教义 他没有攻击新教 他只说我为什么抛弃了他 只是阐明了自己的理由 并且替天主教的教义 天主教的完美性完善性完整性 以这天主教的修行制度 宗教教义律法制度 和教义就是所谓的教义答辩类型的东西 进行了一个完美而完整的阐述 值得一提的是 约翰纽曼这部书 对我们前任教读 就是本独十六世拉齐奥主教 是影响非常大的 拉齐奥他曾经直言过 这部书是他生命中影响非常最重要 几乎是最重要的一部 关于天主教的毅力 为什么这部书反而更感人呢 因为一个人就像写忏悔录的奥古斯丁一样 奥古斯丁早年是个异教徒 当然他晚年归信到基督教 成为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 他写到了我曾经在一个状态下 我今天在另一个状态下 我有对比 有了对比我才能知道 我哪种生活状态更适应我的心灵 更适应我对世界 对上帝和对宇宙的真实认知 对于真理的真实认知 我的信仰是真实的信仰 因为我曾经过过堕落腐败和邪恶的生活 过过异教徒的生活 奥古斯丁早年是跟一大堆妓女混在一起的 他是还有放纵成性 风铃成性 到处赌博 就是骗吃骗喝 这些事他都干了 那么他为什么能成为一个好基督徒呢 原因就是因为他都干过这些事 所以他才知道这些事的可悲性 因此 约翰纽曼 他在 他就是从公教会里诞生 他就是从新教会里头 接触过很多新教会 为死理派这些教义的 他全都接触过 他为什么又回到了天主的怀抱 回到天主教的怀抱 尽管天主教在我看来拜偶像 一堆的毛病 当然了 这里是很多别的东西了 这就不说 但是今天我主要是想替天主教说两句话的 所以今天就不攻击天主教的不足了 那么 至少天主教对于人心灵的提炼和纯净 他是远远高过新教 尤其是天主教对于内心的自行 对于内心的发问 对于宗教就是真正的虔诚 虔诚并不是指你真的你自己称是基督徒 或者你受了洗了 你就是基督徒了 并不是 虔诚是你真的能够遵行上帝 并且是从心里发自心里去遵守 约翰纽曼其实就回答这个问题 当然这个问题也是近代教会里最重要的问题 然后就是齐克果 齐克果时间不太多了 就是齐克果他的这个最主要的一个说法 就是说信仰主义是什么 我想本来我想说的 但是算了吧 今天这个时间实在是不够了 最后还还说一下最近的20世纪的福音主义 这个还是比较重要 比齐克果更重要 齐克果的信仰主义以后有机会再说 那么20世纪主要代表人就是卡尔巴斯 卡尔巴斯这个人呢 是基要主义神学家 基要主义就是说 我们发现按照马丁路德和卡尔巴斯 这个贾尔文主义的预定路线走下去 今天的教会已经堕入到了邪恶的洪流之中 跟世俗社会妥协了 就如同 罗马教会曾经跟罗马帝国妥协了一样 我们不能再这样自甘堕落下去 现在教会他们的群众他们的信众 不仅没有原先天主教的德行 而且连天主教的德行 那些信众的德行都更差 他们一心一意发大财 一心一意的只想为了自己快乐 自己好 信仰成了浮于表面的东西 什尔马赫的自由主义神学 更加的破坏了这一眼 他想要燃烧起信徒 对于宗教的热情 不仅没有 反而利用 很多人利用人性的弱点 就是那些想发大财的传教士们 利用人性的弱点 给你兜售一套 什么都不用付出就能得救的快乐福音 如果耶稣活在当今这个身上 肯定是会被现代教会活活气死的 为什么呢 因为耶稣已经说了 谁什么人能跟从我的 只有抛弃一切 把身上所有的重担都扔下的 才能跟从我 重新做人 背起他的十字架跟我走 这是耶稣说的话 当然了 天主教徒在这方面做的 显然是比新教徒好得多 而什尔马赫的自由主义神学 一贯的强调爱上帝 对上帝热情 但是你对上帝热爱也好 热情也好 无论怎么样 对上帝不会有任何改变 上帝要你干什么 上帝要你遵行他的律法 不是让你热情洋溢的 天天跳舞唱歌的歌颂上帝 当然了 你可以像大卫一样 大卫迎回约会的时候 不是在 迷甲的面前 跳舞唱歌 然后迷甲就说 哎呀 我主今天 在我面前赤身裸体的跳舞 像一个下贱的人 迷甲 扫罗的女儿 就讽刺大卫 当然你要像大卫 在迎接约会的时候 跳舞唱歌 赞颂上帝 但是大卫可不是一天到晚 都是在跳舞唱歌的赞颂上帝 他该干什么 是要干什么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 面对困难的时候 这点也是 现代教会和什尔马赫那种教会 最最没办法面对 面对困难的时候 他们是完全的坐鸟受散的 新教会是坐鸟受散的 天主教会 你看我刚才说了 面对肺炎这个问题 那些老的教会 修道院门 他们竟然不仅没有受到损失影响 而且还欣欣向荣 这点是让无数的万恶的新教徒和 罗马主教十分不满 我这都快破产了 你们那还活得那么滋润 但是他也没有办法 因为他们这些教徒 都有独立的教会系统 不受罗马的拆遣 那么 你想象一下 现在这些根本就没有经过风吹雨打的这些教会 尤其像中国那种费拉教会 他面对困难的时候 他能怎么样呢 他能够像那些 已经平时过得非常苦哈哈的日子 过着这种原始生活 近乎原始生活 但至少也是中世纪生活的 通过劳力 体力 劳动 每天只睡六个小时 七个小时 吃饭 喝水 也都是清汤 刮水 还不能用现代的这些技术 什么网络呀 这些东西都没有 完全的与世隔绝的生活 你可以想象 这些人 他的心性 他的耐性 他的身体 他的灵魂 他的智力 都在这种苦 苦闷的生活 和 也可称之为圣洁的生活中 得到了极好的锻炼和修行 任何灾难都不能改变他们的生活 而 施尔马赫的自由主义教会 和 加尔文主义的教会 还有什么 魏斯里主义的教会 还有这些 英国的公教会 判生出来的这些 这个 清教徒的教会 空有一腔热情 可是不知道该怎么样 实行他们对上帝的忠诚 当面对一堆灾难来临的时候 他们不懂得如何处理危机 最后全都背叛上帝 从历史上灰飞烟灭 销声密集 这只能是这些新教主义 新教伦理 最后无法自序的过程 当然这段时间 新教他有比天主教有一个好处 就是他可以无限繁殖的 他可以无限增生的 因为他没有那种所谓的 像天主教的修道院子 所以他怎么增生都没有关系 但是他的替代性是很快的 老的一代教会迅速的完蛋了 衰退了 所谓名门正派就慢慢衰退了 新的福音派 新的那些教派 有些稀稀古怪的教义 或者是怎么样 或者是纯粹的宗教骗子 发展很壮大 或者怎么样 这些对于 如果从上帝眼里看 那上帝肯定是 觉得你拿我的 拿我的宗教当商品在贩卖 你拿我当什么 拿我当儿戏 这上帝肯定是很不满的 但是这些传教士 其实并不在乎这些 因此新教伦理本身 他跟资本主义的这种 到处留下一堆垃圾 然后淘汰旧有的东西 产生一堆新的东西 其实他们俩是有暗通之处 他不像天主教 或者是犹太正统教派那种 世界是永恒的 宇宙是永存的 上帝是永恒的 我们日复一日周而复始 重复着我们祖先简单幸福 但是也劳苦的生活 原因就是在于 我们活在世界上 是为了赎罪 而不是为了享受快乐 不是现代享乐主义 消费主义 人文主义 人本主义 这些万恶的 随着新教伦理诞生的 这些邪门歪道的宗教 文化信仰和 跟着启蒙主义诞生出来的这些 罪恶的 以自我为中心 不以上帝为中心的这种 罪恶的思潮 产生出来的一切的 建立在泡沫之上的 假想的快乐 人的真正快乐 到底出自于什么呢 今天我的主要话题 不是想讲人的快乐 但是这是值得 因为已经讲到这里了 就必须得讲一讲 什么叫上帝中心主义 和人文主义 上帝中心主义 在拉丁语语里头是 Teo Centrismo Teo Centrismo就是说 Teo指的是上帝 Centrismo是中心的 上帝位于宇宙的中心 那么人文主义就是说 人本主义就是说 人是终极目的 所有的东西 我们为了人的幸福 来做事情 但是我们不讲神学 我们单从现实社会中考虑 这就显然是荒唐的 因为人不是万能的 人不是万能就引发一个问题 不可能自然界的所有元素 还有所有的 不可统计的那些条件和状态 全都为人的幸福发展 这是根本就不可能的 这根本你想都不用想的 即使人类愚蠢到最狂妄的时代 就是今天这个时代 科学家和一般人也都非常清楚 我说的这个话的真正道理在哪 而人文主义实际上就是想要 让全宇宙 全宇宙不过说 至少是大自然 一切条件因素都向 有利于人的那个境地去发展 其实这就是人文主义最重要的 最罪恶的原罪的东西 就是你们能像上帝一样 这就是圣经里头 所说的人的真正罪恶的核心 就是人企图成为上帝 人自我为中心 所以你可以看出 以自我为中心的人 按照严格的精神病学来讲 全是精神病 我们注意 有一个曾经有一个神经学家 就做一个 就是一个调查 他发现精神病患者 重复使用我这个词 是远远高于正常人 就是他总在说我怎么怎么样 我怎么怎么样 我怎么怎么样 很少说第二种词 就是第二主义 或者是其他的 你呀他呀 或者是带入别人的名字 他总是以自我为中心的 现代人 包括人文主义 其实就是一种精神病状态 他总是要求 所有人 所有事物都朝着 有利于他的那种环境去发展 而不是愿意接受上帝 创造的一个世界 按照上帝的意志去运行 当然了 人类的一切罪恶 人类一切的痛苦 也都源于 以自我为中心 和以 自我为 最高利益快乐的 根源 如果你是一个 有信仰的人 你就肯定能够明白 这里头 人的痛苦的根源到底是什么 只有不把自己当作宇宙的中心 把上帝当作宇宙的中心 把真理当作宇宙的中心 人才能理解快乐 到底是什么 新教在这方面 有着不太好的东西 因为他的增值系统 跟天主教不一样 他不是按照宇宙永远横存 世界永远横存那种 他是按照资本主义那种 我快速生产 然后他快速的衰外 然后我再想新的办法 再生产一批 他是按照这种方法来的 当然了 新教也有很多不同的分类 也有些虔诚的 也有一些非常世俗的 世俗的是不是基督教会 都值得商讨的这种教派 但是总的来讲 从我个人来看 我个人是更倾向于天主教 尽管天主教这个偶像 是让我十分十分厌恶 但是从生活方式和教义来讲 我是更尊重天主教 而十分厌恶新教 尤其是美国那些 天天胡说八道的新教会 他们破坏了 而且他们根本就 一直也没有宗教传统 中国的教会在这方面 也是一个完美的范本 给人类展示的什么叫 没有宗教传统 诞生出来的费拉教会 你只要看看中国的 三字爱国运动那些教会 你就大概明白 这种教会到底是什么样 俱乐部 就是一群神棍的俱乐部 好了 今天关于天主教的 这所谓的律法主义 和新教衍生出来的伦理 我就说到这里 下次再聊 谢谢大家